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可能期待房价会一直上涨 跟建商买预售屋 但是现在有点尴尬的情况是说 房价有点修正 所以导致消费者想要跟建商来解约 尤其像现在 比方说包含淡海西市镇 或者是周子洋重画区 它这个预售屋的量体很大的地区 很多的建商建案 都有衍生有关于这个预售屋解约的争议 那我们今天呢 以消费者的立场 来跟各位观众介绍 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可以将你手上的这个预售屋的契约 来作为解约呢 那解约 就是法律上呢 就是回复原状 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当然还是建商的 但是你所缴交的价金建商必须要返还给你 第一个情况呢就是所谓的审阅期 我们有关于预售屋呢 我们的那个内政部呢 有颁布了所谓的这个预售屋定型化契约的范本 有包含这个应记载事项不得记载事项 其中有一个条款就是审阅期间 当你购买这个预售屋的时候呢 那个建商必须要提供你最少五天的契约的审阅期间 那你可能会说 我这个预售屋我已经买半年一年了 我怎么举证说当时建商 他没有给我足够的审阅期间呢 第一个就是说 你当时你支付定金 有的人看预售屋到预售屋现场 看的样品物觉得很喜欢 你可能当下你就付了五万块 甚至很多建商都是接受刷卡的 你可以用你支付这个价金这个收据 或者是刷卡的记录来证明 你没有得到这个五天的审阅期间 那实务上曾经台北地方法院曾经判决 因为这样子消费者没有合理的 这个五天的审阅期间 所以判契约可以解除 那当然建商就必须要返还价金给消费者 第二个情况呢 这个就是实务上也很常见的 就是说我们在预售屋契约里面呢 都会约定一个找补条款 所谓的找补就是说 建商多盖给你的 你要把这个多盖的部分呢 还给建商 比方说我们一平的单价 假设是五十万 建商如果多盖了2%以内的范围内 消费者必须要返还 找补的部分呢 以2%为上限 但是呢 我们的定型化契约里面也有约定 如果你的这个找补的误差范围 也就是说建商交给你的误差 所谓误差就是他面积短少 或面积多超过3%的情况下 消费者是可以解除契约的哦 那我们再跟各位介绍一个 预售屋解约的态样最常发生的就是说 他拿到他的建造之后 他签约的时候他都会约定一个 他的完工日 那当建商跟你约定的完工日 从他取得建筑执照开始起算 如果预期的话 这个也可以作为这个解约的态样 有关于预售屋解约的态样 以及所谓我们刚才所跟各位观众所报告的这个定型化契约的 音记载事项以及定型化契约预售屋的范本 在我们事务所所出版的 别让买房变成你的噩梦 我们都有减负 如果各位观众需要更详细 想要了解更详细的情况 欢迎各位观众 跟我们事务所来恰购 别让买房变成你的噩梦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